iMX2与i9300可以说是目前非常红火的两款机型 今天的视频将带来这两款旗舰级机型的对比情况 纠缺于它们两者的用户不妨参考参考 先来看看两款机型的外观 iMX2机身的尺寸为124.9乘以64.9乘以10.2毫米 重量为142克 虽然算不上超薄 但是握持手感还算不错 iMX2机身正面最大的看点 便是配备了3.15毫米超窄冰框 这也让魅族iMX2的屏幕显示区域变得更大一些 其中iMX2的Home键更是创新所在 与此同时Home键也具有呼吸灯的功能 并且在黑暗的环境下也能看到Home键的存在 再往下的视频中会继续介绍这枚Home键的功能 下面再来看看i9300 弧度的机身设计看起来很漂亮 拿起来的手感也很舒服 机身的银色侧边并非金属材质 而是塑料材料 但无论是迈向还是质感都很不错 而且在机身三维方面控制的也非常好 136.6乘以70.6乘以8.6毫米 外加133克机身重量 i9300虽然拥有庞大的身躯 但重量却比iMX2要轻 这就很好的体现出三星强大的功能 i9300延续了前两代Gardex系列手机的设计风格 保留了实体的Home键 在形状方面有所改变 设计的更加小 Home键两侧依然是青触式的菜单键和返弧键 只需点亮屏幕就能看到 无论从外观设计还是到制作工艺 感官手机都是旗鼓相当的 魅族iMX2正面配备了4.4英寸屏幕 屏幕比例为16比10 分辨率更是达到了1280乘以800相组 PPI相组密度为347 i9300配置了4.8英寸 HD Super Omelan的屏幕 分辨率是1280乘以720 相组密度为306PPI 单从数据上看两款手机 貌似是i9300变显下风 对面抛开数据看看实际对比 我们来看看纯黑底图片 由于Super Omelan的屏幕有自发光技术 所以在纯黑底照片背景下 屏幕漆黑一片 而MX2的效果就相对逊色一些 从色版上来看 MX2整体表现更有层次感 灰切过度柔和 i9300显得饱和度过高 有些是真 整体来说色彩还原方面 MX2表现更出色 在色彩显明的图片中 i9300屏幕表现非常鲜艳 对比度高 这是Super Omelan的屏幕的特点 MX2屏幕色调偏暖 白色部分越显发黄 从肉眼上看 i9300显示效果 会更讨好用户 但色彩还原 还是MX2就好 各种颜色表现更加精准 至于可视角度的问题 您这边不做考究 正常人也不会 故意写着手机来使用吧 在屏幕这个环节上 无论是MX2 还是i9300 都表现出了旗舰手机的 良好品质 两者固有胜负 时下的安读手机 每一款都不一样 因为除了谷歌的 Nexus系列手机之外 几乎没有厂家使用 谷歌的原生UI 或多或少 都有一些自属的服务 和UI被定制进去 这样也就造成了 谷歌系统手机 用户体验 增资不齐的现象 两款手机的系统 都是由安卓4.0系统 深度定制而成 下面看一下 它们的各自的效果 魅族从用户体验方面 再次创新 新加入的Smartboard 也从系统层面 将很多应用的按键 融合在了一起 这边简单诠释一下 Smartboard会将按照 Android开发标准 而成的应用中 集成的所有功能按键融合 系统自带的程序 能够完美融合Smartboard 但其他下载的应用部分 则不能完美适配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新浪微博推出了 iMacs 2专版 应用按键 与Smartboard完美融合 而通用版的新浪微博按键 与Smartboard 出现了按键重点的现象 另外 全新的Home键也非常创新 一种新的虚拟键的设计 可以通过不同的操作方法 可以实现四种不同的功能 在锁屏状态下 点按两下即可点亮屏幕 在正常使用下 按住Home键可锁屏 在待机状态下 点按两下 可以打开后台管理 还有点出Home键向上拖拽 可做到返回镜效果 但缺点是 有时不太灵敏 特别是返回和打开后台管理时 Flab 2.0 相对于原生系统来说 在细节方面 做了很多改变 当然我们在使用过程中 也能看到它最明显的一些改进 比如下拉通知栏的变化 占用面积缩小了 但却没有牺牲原有的功能 并且还加入了各种功能的快捷开关选项 相比起MSR i9300就略选的有点复杂 它是偏重于各种人际交互功能 其中体感拨号 画中画本功能 更是把人与手机的距离 拉近的一大步 i9300的人际交互功能 还有很多 这边不多做介绍 想要更深入了解的用户 可以翻查微频道的相关评测 这边不得不提的是 IMXR将root的权限集成在系统中 这样做的好处很多 也免去了很多人 用第三方软件来root的麻烦 同时也更加安全 但root后 对系统的影响或多或少 还是会有体现 到底是更为简约的系统 讨好用户 还是稍显复杂的人际交互功能 可以拉拢用户的心 这完全看用户 对手机的需求而定 四核无疑是目前旗舰机型的标准配置 IMXR的这颗四核处理器 是居于Exynos 4412定制而成 型号被命名为IMX5S 主频达到了1.6GHz i9300的处理器 也是采用Exynos 4412 主频为1.4GHz 下面从理论测试 GPU通用性能 GPU性能三个部分进行对比评测 理论测试方面 我们通过安兔兔跑分测试 和Geekbench测试 从安兔兔跑分中 可以看到 IMXR与i9300差别不太大 1.6GHz的CPU频率 每位IMXR带来太多的跑分优势 Geekbench测试 主要衡量CPU和内存的运算能力 则分分为整数运算 图点运算 内存性能 以及内存宽带性能等指数 从结果中也可以看出 两者的差距非常的小 通过理论跑分对比 得出IMXR与i9300都处于相同水平 接下来的是GPU性能测试 这边测试项目为网页暂入速度 游戏暂入时间 从测试结果中可以发现 两款手机暂入网页的速度相差不大 而游戏暂入方面 IMXR稍微优胜一点 最后对比的是GPU性能 这边我们用游戏实测作为测试项目 从视频中可以看出 IMXR在游戏中的帧数明显要低于i9300 并且在大场景切换中轻微的卡顿现象 可见i9300的游戏性能要稍微强于IMXR 拍摄方面 两本手机都是800万像素级别的机型 这边抛开所有参数 直接进入样张对比 从样张一中可以看出色彩方面 是i9300较为准确 颜色比较饱满 更加讨好眼睛 IMXR则整体有点泛滥 继续来看看样张二 在微距的情况下 IMXR可以很轻松就进行对焦 而且景深效果也非常不错 图中的花蕊与花瓣十分清晰 再看看i9300 花朵的鲜艳度有走千圈 而且花蕊部分也显然为iOSR那样清晰 接下来看一下样张三 从这图的比较中可以发现 两本手机在灯光充足的情况下 表现非常接近 解析度也非常好 即使放大也看不出很大的差别 再看一下暗处拍摄的样张四 IMXR虽然看上去比i9300较明亮 但是造点满布 而且细节基本上都丢失了 而i9300虽然成像也不怎么样 但跟IMXR比起来实在是好太多了 最后的是拍摄对比 两款手机均支持1080P高清录制 下面看一下测试视频 两者在防守方面都做得比较好 并没有很明显的卡的现象 到来最后一个环节 续航对比 这边不得不吐槽一下的是 IMXR在满载的情况下 温度实在有点夸张 达到惊人的51摄氏度 而i9300仅为40.5摄氏度 可见相差的不是一点点 下面封上电量测试结果 一小时游戏体验 IMXR用了44% i9300用了33% 30分钟视频播放 IMXR耗了10% i9300耗了7% 30分钟网页浏览 IMXR用了15% i9300用了12% 30分钟音乐播放 IMXR消耗了4% i9300消耗了6% 通过以上的测试可以看出 IMXR的耗电量比i9300要大 但正常强度使用下 两款机型都能用上一天 通过以上的对比不难发现 魅族和三星都是用轻的在做手机 两者中选取其一 也不会让人觉得后悔 毕竟两款都是如此优秀的手机 手机最重要的还是适合自己 只要自己用得舒服 别人说什么都是服务员 想了解更多 请继续关注换奖取通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